卡巴迪运动在目前许多运动赛事中 已经列为新的单向运动 为了推广运动人口 华联县政府近几年来持续办理卡巴迪锦标赛 希望借此能够增加运动人口 培养卡巴迪运动选手 能够有机会进入亚运 为华联争取最高荣耀 卡巴迪属于接触性的运动 每局有两队进行 赛制分为七人制、五人制、四人制 竞赛方式是让进攻队的一名队员 在一定的时间内进入防守队的半场内 攻击者在不被防守者抓到的前提之下 设法接触到对方 那今年的全中院在花莲刚好有卡巴迪这个项目 我们希望借由全国赛事的一个推动 那我们花莲线的卡巴迪可以蓬勃发展 那我们也希望找到许多更有潜力的选手 那将来可以在明年的全国运动会 已经正式把卡巴迪纳入了比赛项目 目前在花莲分为三级 社会组、高中组、国中组 已有六所学校约300人参加卡巴迪运动 有选手认为卡巴迪运动 是相当适合学生投入的运动项目 能够启发许多进攻防守的策略思维 这运动蛮好玩的 对 为什么 因为它会让人成长 对 然后在运动上也会激发你的潜力 卡巴迪运动是要结合力量、速度、智慧 也考验着选手的敏捷性、协调性以及爆发力 更重要的是要靠团队的默契来赢得比赛 这也是卡巴迪迷人的所在地方 记者临结吉安乡采访报道